喊点周周十之海主角团的冷知识 空调徐伦是周周历代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性周周 她的图标是蝴蝶 这个蝴蝶和左臂上的刺青是徐伦旅游时的纪念 徐伦被普齐陷害入狱后的刑期是15年 后来由于逃狱又被追加5年 累计20年 徐伦在绿海豚的编号是FE40536 房间号码是206 和父亲成太郎一样 徐伦在十之海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看守所 空调徐伦是历代中唯一没有杀死任何生命的周周 阳光男孩东方丈柱和乔纳森都有击杀记录 丈柱不仅杀过老鼠 还把安杰罗变成了打卡景点 徐伦的替身十之自由 名字出自同名单曲 Stone Free 十之自由的射程距离是C 但最远距离可以达到24米 对比下同样是C的成太郎只有2米 和成太郎的白金之星一样 十之自由殴打时候也会发出欧拉欧拉的声音 在世界被天堂制造重置后 徐伦对应的角色是空调艾伦 这个角色的名字出自荒木老师早期的作品《神奇的爱琳》 艾梅斯·罗斯提罗的替身亲吻出自重金属乐团Kiss 需要注意的是艾梅斯的替身亲吻的外形其实是成年男性 也因为这个原因艾梅斯也被粉丝调侃成周周三大凶贵之一 另两个人分别是红村行照和普罗休特 荒木在一次访谈中说 艾梅斯这个角色有些像三部的波鲁纳雷夫 他们都是为了亲人复仇才加入的主角团 安波里欧是六代主角团中唯一活到了新世界的角色 在生育安波里欧时他的母亲使用了替身能力 所以安波里欧也完全继承了母亲的替身 安波里欧的名字本身也有气象的含义 这个名字刚好对应了他最后使用了天气预报替身能力 不过也有粉丝从安波里欧的名字解读出 安波里欧才是迪奥笔记中的第14个秘语 也就是秘密皇帝 FF的真身是一种名为浮游生物的集合体 它是借助普其赐予的替身光盘才整合了意识 形成了人格 所以常态下的FF只能生活在水域周围 附身人类后也要及时补充水分 如果将FF的替身光盘抽出后放到另一群浮游生物处 就能诞生新的斗魂骇客 但这个人并不会继承FF的记忆和人格 在石之海最后的结尾画面中 徐伦·安纳苏 成泰狼 艾梅斯 天气预报都有对应的角色 只有FF没有再次出现 天气预报是恩里克普奇的同胞兄弟 他也是在普奇获得替身能力后觉醒了自己的替身 替身会在潜意识中保护天气预报 所以他无法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狂风暴雨则是天气预报在觉醒替身后就得到的能力 它可以借助改变大气层的折射率来影响生物的潜意识 从而直接改变生物的身体结构 只有天气预报本人可以免疫 安纳苏在第一次看见徐伦时候就喜欢上了徐伦 他递给徐伦的戒指是在最终战前跑了很远才买到的 结果被徐伦醒来后随后丢给了车外面的鳄鱼 安纳苏最开始的性别确实是女性 不过动画中做了修改 荒木在漫画结束的采访中说 他当时是打算设计一个超越了性别概念的角色 所以才会让安纳苏前后的形象发生改变 安纳苏在很小时候就有着拆卸物品的爱好 在他十岁的时候就拆了邻居家的保时捷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 谢谢大家